考案开始 你现在有稳定的工作吗 我刚刚毕业 然后现在是开始实习 还没有稳定的工作 你怎么来对今后的婚姻生活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叫我们约会吧 不是叫我们结婚吧 对吗 所以我觉得约会这种东西就是谈恋爱嘛 恋爱是应该以爱情为基础 然后所谓经济方面 金钱方面那些是辅助的因素 我们不应该主次颠倒 而且就是所谓就是婚姻生活 无非就是房和车 其实我在北京也有独立的住房 然后而且我希望 我所心仪的女生是愿意跟我一起奋斗的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 如果你用自己的方式换来胜利 那胜利的果实会不会来得更甜 你希望找一个十多个女孩 我比较喜欢从外貌上来讲 比较喜欢瘦一点的 然后比较积极向上 他如果爱运动最好 如果不爱运动的话 我可以带着他运动 然后就共同奋斗 创造美好的明天吧 好 共同奋斗 我喜欢这样的一位年轻人 好 灭吧 没关系 来 13号 汤孟楚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现在只是说来找个约会的对象的话 那么你打算奋斗多久才考虑结婚这个问题 我觉得等这个没有硬性的要求吧 等一切条件 包括经济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会结婚 你给自己的人生做过规划吗 做过一些规划 比如呢 我的规划是比如说 我想先看看运用工再想多学一些东西 考取研究生啊 然后可以一边再工作 就是包括这些是这样 在场的所有女嘉宾 现在都是属于一个代价的阶段 我们在这来就是希望找一个可以谈恋爱的对象 然后最后能够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后你现在站到这里来你就是要跟我们说 你今年22岁 我们女孩如果现在跟你走了的话 要在一块陪你奋斗至少五年的时间 才会考虑会不会有个圆满的婚姻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不好意思 我可能没有办法为这个付出这么大的赌注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来 11号 黄丽荣 我想问你就是你追求女孩子的时候 如果她拒绝了你还会再继续追求她吗 是会再追求的 如果就是不是那么斩钉截铁 就是比如说类似于你别自作多情了 或者说你 咱们真的不合适 就是只要不说这样极端的话 都是会再继续的 你有点长得像我们家的小外甥 真的 差着倍 我面对登的原因是距离的问题 还有一个 看着你年龄好小 有点hold不住我们家的宝贝 就看一下hold得住吧 我觉得问题不大吧 不好意思 没得登到 没关系 阿姨 高尚 你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觉得你有点小 然后我是也是小时候父母离异 然后所以我有一点爸爸情节 我觉得这个面前这小伙子 应该是能照顾你 我觉得他挺刚强的是吧 还行吧 还行吧 还行 完了之后再一个就说 现在来到咱们这儿只是谈恋爱 因为我是那种闪轰的 所以就离了 但是你刚才说一句话 说谈恋爱什么的 我特别喜欢 就是谈恋爱的这个过程 哪怕谈七八年 你们俩只要是说谈得很和谐的情况下 能走到最后 那是我最希望的东西 我不希望说跟我一样闪轰 完了啪又离了 那是我不希望看到 你刚才说那句话 真的我非常赞同 谈吧 我希望你不能谈恋爱 可是我觉得他给我感觉 同学就像同班的同学一样 哎呦 这多好啊 同学 同学没人猪马 同学叫什么 同学叫青梅竹马呀 哎呦 那要恩爱长久了 才是人羡慕的呢 我一会儿帮你说服他啊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还有两个妈妈一位姑娘 他给我感觉是个弟弟的感觉 嗯 对 我们两个好像更可以交朋友一样 这出去 其实女儿 杨仁一看一看 他一致表现非常成熟的 我觉得比你的死相还要成熟 这不在岁数打掉的 嗯 但是我还是以我感觉吧 虽然他条件挺好 但是就像男嘉宾说的 就是不劳而获 其实没有觉得特别开心 还是希望能够找一个心爱的人 一起去创造那样的成果 我会觉得更甜更好 我是这个不正想 这我也一直加持这个观点 我一直在说嘛 那人有那只气概就好 不再多帅 方子嘛 狗柱就好 不再多大 对吧 然后就是他这样温暖就好 但是呢 他并不是说你就是拍摄 人家高福帅 一条件好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也对你不错的话 然后条件再好的话 喝乐而不为呢 但我现在确实是还少一点 那种心动的感觉 嗯 不好意思 你还是灭灯吧 来 请最后决定 那因为必须女儿的事 我尊重女儿的意思 好吧 嗯 嗯 好 谢谢徐妈妈 2号 彭孟婷 因为从头至尾都没有讲话 给你一个机会 跟男嘉宾自我介绍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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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彭孟婷 我也是跟在座的女嘉宾一样 也大你两岁 不过我不介意你小我两岁 因为我觉得你不成熟 我成熟就够了 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 表面看起来显小 但是内心有大车大物的一个男孩 我觉得你说话呀 以及你表现出来的那个气场 我都觉得还不错 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你这张脸 我很喜欢单眼皮的男孩 我就 你来自哪里 我来自湖南长沙 湖南长沙 对 愿意去北京 地狱不是问题 而且我也是 本着一个约会的目的 彭孟婷 还有什么话要补充吗 因为女儿已经不需要 征求你意见了 我们马上就把她 请到舞台上来 好的 没什么听女儿的 好 来 掌声欢迎彭孟婷 彭孟婷24岁 本科网店店主在长沙 婚姻里合适比爱更重要 喜欢旅游唱歌化妆造型 研究电子商务 父亲公务员 母亲经营幼儿园 喜欢单眼皮的男生 不喜欢工作朝九晚五的 不喜欢不修蝙蝠的 无品味的 无责任感的 不喜欢心高气傲 严重大男子厨艺的 彭妈妈的则序要求是 对女儿要好 性格跟和人品好 两人在一起 开心最重要 希望对方父母是个 有文化的人 最好不要单亲家庭 来看一下 欣怡的姑娘她是谁 来 高尚有请 高尚20岁大专银行职员北京 但凡我决定的 没人可以改变 父母离异 母亲是售货员 长大后母女才一起生活 讨厌不爱干净抠门的男生 妈妈的要求是 男生需要有房有车 家境不要太复杂 对女儿要疼爱 对长辈要孝顺 好 这就是高尚和彭梦婷 两位个人简历 以及她们对另外一半的要求 包括妈妈的意见 接下来如果没有问题 再问她们俩的话 请走到她们俩中间 我们进入到最后的选择 帅小伙 除了面向上 看上去像个孩子之外 我觉得在舞台上的表现 实际上是 非常的像一个男人 很成熟 我要告诉你 目前的选择 你的右边 只要你伸出你的右手 她百分之百地愿意跟你走 你的左边 心仪的姑娘已经灭灯了 你伸出你的右手 她有权力拒绝你 但是你还可以继续进攻 如果你真心喜欢她的话 好 这个选择一切都在于你了 五秒钟之后 五 四 三 二 张小伟 先生 请选择 好 谢谢彭梦婷 好 谢谢彭梦婷 我选择我这位喜欢我的女生 然后我还想说一句 因为我知道 那你刚刚吓我一跳 你什么意思 你反正彭梦婷也吓一跳 人脸都红了 因为我知道从小到大也 就是在北京长大的嘛 知道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们就是 不选还能当哥们嘛 对吧 对吧 工体汉球 吃东西什么的 都可以 对吗 也祝你能长得 也能找到自己心仪的人 谢谢观看 从妈妈一起来吧 好 恭喜三位 你们将来获得我们约会吧 提供的每人一千元的约会基金 另外还有每人价值一千元的 礼品一份 好 恭喜两位好好相处 首先说我觉得 从外情上来说 女嘉宾长得很漂亮 然后 而且在那么多的 妈妈也好 女嘉宾也好 都对我提出就是 你年龄太小了 这样 然后她还能为我留灯 我觉得 可以让我值得 为她奋不顾身 为什么我觉得男嘉宾 就是说不嫌小呢 因为她就是表面上看着小 但是实际心里想的 跟她在MV面成数的 在我个人看来 我觉得 在她这个年龄 就是她的心理年龄 肯定是要比外表 要成熟一点的